各位同学,那我们接着继续往下看第16个单字 Savings Savings means the money someone has saved, especially in a bank 他说这个saving是一个人他所存下来的钱 特别是把它存在银行,所以他是存款 那同学这个单字不要特别要注意的是savings 这个地方它是很复述哦 然后我们来看例句1 Wean doesn't regard it as a good idea to spend all his savings on an apartment office 他说他不认为这个是一个好的想法 什么东西是好的想法呢 就是把所有的积蓄都挂在一间公寓上面 这件事情他觉得不是一个好的想法 所以这个地方同学可以把regard asb 画起来 这边就是视 a 为 b 或者是我也可以说view asb, see asb, look upon asb 特别都是视 a 为 b 好,再来spend money on something 这些词是on he would rather rent one 确实是现在就是因为现在房价真的太高了 太高了 所以很多人都不认为说说把所有的积蓄呢 就是去买一间房子这样 但是后面的生活就过得比较辛苦 所以可能就是很多人就可能会选择去租房子 好,那老师再帮你补充一下 假如我说我要省钱呢 动词就make savings make, make, make OK,同学可以写一下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第17个单子 account account它这边当名字是表示账户 户头 然后我们来看例句 I opened an account with the bank yesterday with the deposit of $1,000 他说他开了,他在这个银行开了一个账户 所以动词是用open, open an account with bank OK,好,所以这个地方同学可以画线画起来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如果说我要把钱存到我的账户里面 我就可以deposit the money in the account deposit in 那如果说我要把我的这个存款 户头存款提出来呢 我就可以draw money out of the account 然后从这个账户当中把钱领出来 好,同学可以把它写上去 再来我们看一下第18个单子 steadily steadily means in a way that is gradual and slow 用一种很稳定很慢的方式呢 进行着就是逐渐的稳定的 那我们来看例句 Due to the efforts of the police department the crime rate has been steadily decreasing this year 因为由于becausal的意思 由于呢这个警政部门呢 他就是持续的努力 所以终于呢这个犯罪率呢 已经这个今年呢 已经有稳定的下降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形容词steady steady,稳定 Erika has had a steady boyfriend for the past five years 过去这五年呢 他有一个稳定交往的单朋友 steady boyfriend 除了这个boyfriend之外呢 我可以说 I have a steady job I have a steady income 我有个稳定的工作 我有稳定的收入 都可以用steady 好,那我们来看第19个单子 recruit recruit呢 它动词表示招募或者是增聘 to get new people to join a company or an organization 那我们来看例句咯 The Monty National Corporation plans to recruit the students who will graduate this year 这个 这个Monty就是跨国公司 Monty是多的意思 National是国际的 所以这个跨国的公司呢 计划要招募今年六月毕业的学生 那同学在查字典的时候呢 也会发现recruit呢 他虽然当动词 他也可以当名字 表示新成员或者是新兵 这样子我就给把它写上去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第20个单子 background background呢 是背景或者是经历 With a broad background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Industry Emily found the job as a recessionist in a five-star hotel 她说呢 有着 不是是有着 有着非常丰富的服务业的背景 所以呢 他现在就是在五星期饭店搭建这个接待员 所以这个是好 就是很丰富的背景 abroad background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21个单子 versus 好 versus这个单子呢 是in comparison with 和什么东西相比 同学注意喔 versus这个单子 同学同样都会 误会它 都会把它当成动词 但其实它是接系词 它是接系词 同学可以把它画下线 就把它做个记号 那我们来看例句 看它怎么使用咯 We need to weight up the benefits of home care versus those of hospital care 我们必须要 weight up 就是要评估 评估这个好处 advantage的意思 什么东西的好处呢 就是居家照顾 跟医院的照顾 的这个好处 各是什么 这样子 做评估 那同学这边可以看一下这个dose 这个dose指的是什么 就是说在我们的英文写作当中 如果说我后面的东西要跟前面东西是一样 但是我要避免重复的时候呢 我其实我就可以用这个单数 如果前面要代替的东西是单数的时候 我可以用dose 那如果前面要代替的东西是复数的时候呢 其实我可以 我就是要用dose 所以这是dose指的是什么 就是 就是在这边 versus the benefit of hospital care 但是呢就是我要避免重复 让我的句子呢看起来不会这么就是 诶,怎么都是这样一样的东西的时候 可以做点变化的时候 但一定前面东西单数要用dose 很多同学呢在写这种句子的时候 常常呢就会把它写成什么 we need to wait up the benefits of home care versus hospital care 他可能就是忘记 但忘记说他们要比的东西 可是你看哦 第一个我们的主持A的时候呢 其实他们是要比居家照护的好处 跟医院照护 那医院照护的什么 医院照护的好处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呢 很多同学都在写作的时候 常常都会忘记 就变成A跟B 要比的东西都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小心 好,再来我们继续往下 那versus和什么相比之外 我们有以什么为对手 我们来看例句 the basketball fan is excited about seeing the game which is LA Lakers vs Houston Rockets 这位这个球迷呢 非常高兴可以看到 这个胡人队呢 跟这个火箭队的比赛这样子 这个对A跟对B LA Lakers vs Houston Rockets A跟B这样子对打 那我们看20个单字 prefer prefer to want or like someone or something more than another 胜过于另外一个人 喜欢或者是想要某个东西呢 胜过于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是比较偏好 那同学要注意哦 就是因为他是这个2 2 所以他如果过去试的时候呢 这个是要double r prefer prefer prefered prefered and preferring 这个地方同学可以做个记号 过去试的时候就不要忘记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他这个单字怎么用 trouble refers tea to coffee 他说他比较喜欢茶 胜过于喝咖啡 所以prefered A to B prefered A to B 所以到底是喜欢喝 A 还是喜欢 B 啊 这个地方同学也常常会搞混 这个地方他其实是比较喜欢 A 所以他喜欢茶胜过于咖啡 所以呢后面就解释啦 That's why he still orders tea even when he is in a coffee bar 那就是为什么他在这个咖啡店的时候呢 他还是点茶这样 好所以那再补充咯 所以除了这个prefered A to B 之外呢 那A跟B 在我们的句子里面 它是名词对不对 但是同学如果我说 我喜欢游泳胜过于跑步 那如果这是动词的时候怎么办 动词的时候呢同学要注意哦 这个地方我都动词要把它改成 B I N G So for example I prefer swimming to jogging OK 所以呢你不要说 这个后面 to 呢 所以要用远行 不对就是我前面跟后面都是 B I N G 这样子OK 好再来呢 我点一下给你句子好了 prefered swimming to jogging to jogging 好这个地方同学就 就比较不会搞混 好那这个喜欢 A 胜过 B 呢 除了prefered A to B 之外 还有下面这两个同学也可以做个记号 然后把它写上去 prefered to A rather than B 所以这时候要注意咯 这时候我的 A 跟 B 如果 prefer to 合在一起的时候 它就是要用原型动词哦 所以就变成 for example I prefer to swing rather than jog 一起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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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好那或者是我也可以说 would rather A than B 这时候我的 A 跟 B 呢也是一样原型 so for example I would rather swing land jump 好这个地方 这三个呢替换同学是常常会有点搞混的 好同学再复习一下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词的形容词 preferable preferable 同学小心哦 就是他当动词的时候他念 prefer 端木音 但是他如果变成形容词的时候前面变成道三 他的中音也不一样 preferable OK 好那我们看一下例句 to Mr. Liu the peaceful country life is preferable to the bustling city life 对于他来说刘先生来说呢 就很安静的乡村生活呢 比这个很很翻翻扰扰很熙熙攘攘的城市生活更好 is preferable to 也是一样哦 他后面也是跟to搭配使用 或者是如果我要 prefer 动词的话可以怎么改 to Mr. Liu 这边应该可以变成 动词的话我们主持一定要是人 对不对 好 就是他 prefers the peaceful country life to the bustling city life OK so he prefers the peaceful country life to the bustling city life OK prefer A to B 好 好那我们往下看他的名词 preference 好 preference 这也是一样道三 A 这边前面 中音也在第一个音节 好那我们来看例句咯 some people like to some people like e-books while others enjoy printed books 有一些人喜欢电子书 可是也有一些人喜欢就是纸本印刷的书 好所以这个while是然而 就是前后对比哦 所以这地方要小心 好然而 好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so it is just a matter of personal preference 这只是呢跟个人的嗜好 喜好有关 这只是对 所以ameral就是和什么东西有关 好那我们看二十三个单子candidates candidates candidates是应征者或者是候选人 there are twenty candidates for the position 就是对于这个职位呢 有二十位应征的人 或者是我也可以说 there are twenty candidates for the job 对于这个工作来说有二十个应征的人 所以他这个candidates后面职类搭配是加for 就可以把圈起来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二十四个单子哦 recomm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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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建议 the doctor recommended that Daniel consume less sugar and fat and eat more vegetables instead 医生建议Daniel呢怎么样呢 要少吃一点糖跟油脂 反而要怎么样 反而要多吃一点蔬菜 同学在看这个句子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好奇怪哦 你说老师 我前面的主要子句这个地方呢 他是这个过去式 诶 可是 为什么我data这词句里面呢 我的concern却是 呃 现在s啊 就是我不需要加任何的这个ed 甚至呢怎么样 甚至他前面的Daniel 他是第三人生单数 假如我用现在s 他也为什么不加s啊 好那老师那边解释一下 是因为呢这个recommend 建议呢 他其实语气非常强烈 就是英文里面有一类的动词是语气很强烈 他建议他Daniel应该怎么样 应该要少吃一点糖 对不对 所以他其实这个动词前面少了顺的 好这是因为他少了顺的 所以不管前面主词是地级人称 或者是整个时代式 过去是现在的事 全部一律用 这个data词句 全部一律要用圆形动词 是因为这个这一类的动词 语气非常强烈 我建议你你应该要赶快写作业 我建议你你应该要早点回家 所以这一类太强烈的这个动词的时候呢 会使得我后面自己data词句呢 其实我出现前面的动词的时候 其实我后面只是用就是 说的就可以被省略这样 OK 好那有一类也是一样喔 东西可以把它写上去喔 比如说坚持insist 建议suggest 或者是我们的recommend 要求request command 是命令喔 这一类动词语气都好强烈 所以它们出现的时候 我的data词句呢 怎么样 后面的sug都被省略 好所以这个地方老师给你一下中文 坚持 建议 要求 命令 所以简称 坚戒要命 对不对 尴尬的要死 你可以这样子挤喔 所以这一类动词出现的时候呢 我后面的data词句都要用原型动词喔 好提醒一下给大家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咯 来看一下他的当 他除了当建议之外 他还可以当推荐 the restaurant is highly recommended for its relaxed atmosphere tasty dishes and excellent service 他说咯 这一家餐厅呢 被高度的推荐 被推荐 什么原因 这个for后面加上它的原因 所以be recommended for 后面加上原因 被推荐 好那他的名词recommendation 建议 the UN made a recommendation to tax needs in order to reduce its consumption and in turn slow down global warming 他说呢这个联合国呢 建议 做出一项建议 好东西可以把话先画起来喔 如果我要名词的话 make a recommendation to do something make a recommendation to do something 就是提出建议 好建议什么事情呢 就是要在肉上面呢 要增税 要加税 为了他可以减少大家的这个消费 进而减缓全球暖化 这个in turn呢 他是因此 进而做前面的事情 因此你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in turn这样 ok 好那老师补充 好像先就是推荐性 推荐性recommendation leader 就是你在高中你要升级大学 有些学校科系会需要你就是有师长的一些推荐性 或者是你要申请国外交换的计划的时候呢 可能就会需要你有一些师长的推荐性recommendation leader 好来我们看一下25个单字 frustrated frustrated 是很灰心很泄气的 那讲到这个ed结尾 他是形容词 那我们同时就会介绍frustrated ing结尾 他也是形容词 令人灰心的 那这两个有什么差别 同学可以写一下 那如果ed的时候呢 我前面的是主词是人 人感到灰心感到挫折 但是如果是frustrated的时候 frustrated呢 我前面的动词 前面的主词是something 某一个事情令人灰心 所以这个地方同学要特别注意 那我们来看例句咯 sandy gets frustrated as being unable to do anything about her pet's failing heath gets frustrated as something 对于什么事情来说感到很灰心很泄气 或者是feels frustrated 或者是sandy is frustrated as 都可以哦 好所以对什么东西感到灰心 好所以他的ed结尾 所以前面是前面的主词是人 或者这句话我也可以把它改成frustrating 就变成 It is frustrating that Sandy is unable to do anything about ok 好这件事情令人灰心 觉得我的主词不是人是物了 是虚主词 虚主词 真主词是后面这件事情 ok 好来他的动词是frustrated frustrated It really frustrates Emma because no matter how hard she tries she still cannot satisfy her parents 这确实是这样哦 不管他多努力的尝试 他的父母都没办法满意 ok so it really frustrates her 这真的是让他很沮丧 好这边我们需要斗词 来我们来看一下名字 frustration 令人灰心沮丧的事物 people have to go through numerous frustrations in their lives 人们一定会经历 go through 是经历 经历了很多的挫折 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确实是 so as Ernest Hemingway said all sunshine without shade all pleasure without pain is not alive at all 就像海明威所说 如果你的生命当中呢 只有阳光而没有阴影 只有快乐而没有痛苦 那这样就不是全然的人生这样子 所以人生一定会有高低起伏 所以要学习跟你生命当中的一些 frustrations 共处 然后想办法去处理它 这样解决这些问题困难 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下第26个单字 26个单字是panic panic 通常是单数 名词在这边 它可以当名字跟动词 那我们来看例句 The outbreak of a contagious disease has caused the public to get into a panic 它这边是说传染病 contagious是传染 传染可以传染的 传染病的爆发造成大众的 public大众的陷入恐慌当中 所以get into a panic 陷入恐慌当中 so people snapped up masks across the city 所以set up something set up something 抢购 所以大家就去抢购这个口罩 所以好险这个疫情过后三年之后 终于生活可以逐渐恢复正悔 好来我们看一下动词的用法 panic 它当动词东西要小心 它当动词过去试的时候 它其实就跟picnic一样 它过去试的时候 我要p-a-n-i-c 后面要加上k才可以加上ed 好,这个地方要特别小心 picnic,panic,panicked,panicked,panicked and panicking 好,那我们来看例句 many passengers in a subway station panic when they heard the sound of an explosion 很多的乘客在地铁的乘客当中 怎么样呢 它就是感到很恐慌 当他们听到爆炸声的时候 都感到这个很惊慌失措 所以对于什么东西感到很不安 panicked about the sound of an explosion 你可以这样 panicked about something,panicked over something 就是对什么东西很惊恐,不安这样 好,来我们看27个单词trap trap因为它是短母音 所以它也是一样 过去是trapped,trapped,trapped 这都是叫double p才可以加上ed 这个地方 好,来我们看一下它当冻子的用法 Kevin felt trapped in his job he thought it was boring but he needed to pay to support his family 确实人生好困难 他说呢,他觉得呢 他被他的工作给陷进去了 就是陷入工作的困境 feel trapped 就会被感受到就是被绑住被困住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这个工作呢 没有什么成就感 但是他又需要这份薪水来养活他的家人 so he feels trapped 好,那在这个trap呢 他可以当射陷阱要捕捉 one of the tasks of the animal welfare organization is to rescue wild animals trapped by hunters 他说动物这个福利机构的任务之一呢 就是要做什么? 就是要拯救这些野生动物 那这些野生动物怎么样呢? 是被猎人所困住 好,所以他这个地方其实是 形容之子具前面少了which 好,在这边 which are OK,他是现在是 which are trapped by hunters 好,来,再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动词 就是说我如果被骗要做某一件事情 be trapped into doing something 或者是 so for example the old lady was trapped into giving all her money to the person 这个老妇人呢 这个老妇人呢 被骗要把他所有的钱呢 交给这个人 be trapped into doing something 好,那再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他名词的用法trap trap呢 他的名词是陷阱 in the fable a lion was caught in a trap and couldn't move at all later a mouse came to its rescue come to one's rescue 就是前来救援 好 所以呢 在这个月圆故事里面呢 这个狮子 狮子被 被这个陷阱所困住了 但是呢 最后老鼠呢 来救他这样 所以 so I can say the hunter set the trap 就是射陷阱 stead the trap 好 来我们看一下第28个单词 peak peak呢 是巅峰或是最好的 getting under sleep and rest will help you stay in peak condition 就是你有充足的睡眠 然后有适当的休息 可以帮助你的保持最佳的状态 stay in peak condition 好 那我们说 这个 他的另外一个形容词 我们可以说比如说像暑假 寒暑假都是我们的旅游 旺季对不对 旺季我们就可以说peak season 那如果说淡季 淡季其实就是low season 好 来我们看一下peak当名词巅峰 Kobe Bryant reached his peak as a basketball player in the 2000s 达到巅峰 reached his peak 达到他职业的巅峰 或者是我可以比较口语的说吧 我也可以是heat his peak 用动词heat也是ok 来我们看29个单子了 compromise compromise compromise是妥协 be willing to give us something be willing to give us something despite a tight daylight David insisted on not compromising on the quality 尽管呢daylight就是交集的时间很赶 可是他还是很坚持喔 insist on doing something 堅持 insist on doing something 所以后面这个地方要加ng 坚持不要妥协 insist on not doing something 对什么东西妥协 对品质做妥协 所以同学这个地方要注意的地方是 因为compromise他是不及物动词 他是不及物动词 所以compromise on compromise on 这个阶极只要小心 那如果说我向谁妥协 compromise with somebody 阶极只要vend with 好 同学可以写一下 这个compromise 第一个意思他是妥协 但是他的另外一个意思也很常用喔 他就表示损害 so for example we will never compromise the safety of our passengers 我们永远不会呢 损害我们乘客的安全 compromise the safety 所以这时候要当他当成损害的时候怎么样 他就是集物动词咯 好 把他写一下 ok 所以他可以直接加手指 好 来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当他当名词妥协 the two companies failed to make any compromises so the corporation was cancelled 他说这两个公司呢 不肯做出妥协 不肯做出让步 make compromise make compromises 做出让步 都只用make 那如果我说 他们后来经过多次协商 终于达成妥协 终于对并购案有一些共识 这时候我的动词可以换成 reach a compromise on something come to a compromise on something 或者是arrive at a compromise on something 就是对某事达成妥协 这个动词同学可以把它记一下 好 我们最后咯 来第三十个单词 marvelous marvelous是非常棒的 非常了不起的 它的同义词 fantastic, splendid and wonderful 所以它的例句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the audience gave the dance troupe a big hand for their marvelous performance marvelous performance 这是非常好的表演 或者是这边如果它的动词 是补充动词给 是marvel marvel 感到惊奇的 so the audience marveled at the performance 对于这个表演呢 都感到惊叹 marvel at something 好 最后一个单词 beneficial beneficial是有意有力的 eating a chocolate bar once a week is beneficial to one's health be beneficial to 就是对什么东西是有帮助的 那它的名词 是benefit 这个benefit 也可以当名词 或者是当动词 表示受益 优势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我不要用 原本的句子 如果我不要用形容词 我可以换成 eating a chocolate bar once a week is of benefit to one's health 所以这个地方 在我们英文的文法上面来说的 一般来说 介细词加名词等于副词 但是 如果是of 加上名词的时候 of 加上名词的时候 它是形容词 所以这个地方 我可以换成 is of benefits to 那我们来看它的动词怎么用呢 动词是受益 I have benefited greatly from her wisdom 我从它的智慧当中 收获非常多 benefits from something 从哪边有收获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words for recognition 我们来讲一下第三个单字 好 来refresh refresh to make someone feel more energetic 让某一个人感受到很有活力的 精神饱满的 so for example I had a cold shower to refresh myself 就是我骑冷水饺 让我恢复活力 清醒一下 refresh oneself 那它的名字refreshment 恢复精力 恢复体力 I took a break for refreshment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呢 然后恢复一下体力 那我们来看第六个单字 poster poster poster是姿势 对不对 它的动词是pose 摆好 知识拍照 这样 好 再来看第九个单字 slashy slashy呢是斜杠主 a person who has several different jobs at the same time 斜杠主 拥有多种职业的人 大家在这边呢我也可以说 I want to live a slashy life 我想要过这个斜杠的人生 就是我希望呢 我可以有不同的能力啊 然后可以从事不一样的工作 这样子 所以我可以live a slashy life 好 那我们目前单字就到这边 同学可以再多多复习一下